翠绿全山环绕还有蜿蜒溪流相反 这儿不仅仅是红叶绍望的发源地 也是著名的温泉区 但2009年的八八风灾 几乎踏平整座温泉园区 历经十多年的翠炼重生 终于换上崭新风貌 除了不能烧的棒球元素 还有用竹林石块搭建 营造出野外温泉体验 或是日式风格的泡汤池 但跟其他温泉区最大不同的是 游客来到野溪池泡汤 看过去的景色是这座高耸的高塔 从温泉区看出来的这座高塔 将近40公尺高 而它正在进行专检 以及探餐地下水的工程 等到未来探餐完成之后 就可以知道地底下有多少热能 以及地下水 等到完成发电之后 就可以跟温泉区来做结合了 目前钻井探勘设定的目标 2024年底完工商转后 可以供电1MW 一年大约876万度电 相当于2400家户的供电量 不仅要让园区内发电自给自足 成为首座地热再生能源温泉 也要运用微水回注技术 让水资源深深不息 那现在我们做起来的就是这个中间的温泉园区 那温泉园区的后方 就是未来我们这个地的砖好 我们的地的发电厂 会从把管线从这边拉到上面去做发电 那发完的电呢 我们除了做电力受电这件事情之外 因为温泉水 我们发完电大概有七八十度 这边在地其实有凤梨 可可 这些都是未来有经济作物 那它都可以让我们在余热的这个热 它可以做干燥增加这些的经济价值 而且我们不用电去做干燥 我们是用地热来去做干燥 其实我们这个柜都是盐瓶香在地的产品 27岁的节鱼从台北返商 成了行销部落文化的帮手 从布农足的不是捉襟再到农作物加工商品 结合地方创生理念而温泉走低度开发模式 还将盐瓶香的居民和商家串联 替盐瓶香提高就业机会 成为永续观光目标的重要一环 这回来的缘故也是因为这里有在做 就是第二发电之外 这个园区也是在做跟地方共生共融的 然后刚好我家里也是在做这种部落体验游城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连结 尤其又是回家这件事情 我们的园区里面有大概七八成都是乡内的人 那加上台东的话几乎九成九 随着地热温泉进驻 预估能替盐瓶香创造十万观光人次 而一年大约有1033万人次来到台东 要吸引游客从山中到市区 都与在地文化紧紧相扣 甜的啊 甜的比较多啦 像昨天就超多人买甜的嘛 透明玻璃内有排湾族 如凯族的在地妈妈作证 要让食物经济成为商机 而这一颗颗长方形的阿拜 是原名部落中常见的食物 也是风延纪不可或缺的四宝之一 来到这里不只可以享受到部落的传统美食阿拜之外呢 其实还可以自己来动手DIY 可以教我怎么做吗 可以啊 那我们DIY第一个动作就是 外面这层叶子叫做月桃叶 月桃叶 然后呢 我们里面有个内叶叫甲酸姜叶 将南瓜丝搬入小米再放入腌猪肉 全部包进甲酸姜叶中 再缠绕八线圈就大功告成 很好 哎呦 你很会耶 有耶 我们的地方创生其实在创一群部落妈妈 重新定义部落女性的意义 因为强调体验是经济 所以我们会希望客人靠体验靠品尝 他就能够去感受到一整个部落的文化 体验其实我们强调的是 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只有玩而已 更重要的是教育意味 因为这边都是台塘的地 然后这个一直过去会是马蓝车站 这一条是台东的环式的自行车步道 就是走就一直在铁花车 把台东部落元素小店做串联 集大成的就是他们夫妻俩 2013年从高雄移居到台东 以堂厂旧厂长的宿舍 开启台东的地方创生之路 花东的需求等等课题 其实不是只是像台北带着电脑 需要空间就可以来工作 那不需要硬体那需要什么 需要软体 很多的创业者他其实回到台东 不管他在做观光 或者是做农业 或者是做其他的 比如说儿福或者是一些议题 其实很多的创业者 他除了提供产品或服务之外 他其实在透过这样的创业 在解决一个地方的课题 所以可能有 我们讲内工 就是他的产品或服务 或者是商业模式 或者是营收哪里来 那可能是外公 那我们看到他除了 在推广他的很棒的米之外 他的包装一打开 就非常的有特色跟巧思 地方创生在台湾各地 遍地开花 再生永续旅游概念 也一点一滴发酵 绿能结合旅游 不再只是空谈 在往花莲走 位在树花公路旁的园区 不再只是游客的休息区 也蕴含着推广部落观光的 重责大任 更把绿色永续概念 带入计划当中 除了在原地吃美食 还有了解整个生态保育的议题之外 现在你只要开着电动车 来这边使用纯绿电 充电桩充电的话 就可以租借这个脚踏车 另外再透过地图 来走访和平村的景点 而未来还会有专业的导览人员 来带你探索部落迷景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咯 花东一带有纵古风情 也有滨海景致 当然更不能少的 还有部落原乡文化 这边是我们拥有60年历史的天主堂 那它的话除了历史很悠久之外 就是它在前一阵时期间 有达到一个类似小法国的 圣母亭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对面比较特别 它是有百年历史的和平国校 也是我们和平村唯一一间的国校 那这两个点其实都是 大家如果开车就很容易拼越的 除了将单车低碳旅游 纳入景点推广重点 还结合太阳能发电站 预设旅游行销 开始走入国旅中 但旅游业跟疫情前相比 预估2022年的国旅 仍次还衰退25.7% 在慢慢复苏的国旅进程中 地方创生能为台湾观光 带来多少效益 需要慢慢验证 而再生能源概念 注入观光产业 已经带来新的翻转契机 TV月新闻 张敏如 刘立军 花莲台东采访不斗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